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军美食 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素馅饼 皮薄馅大,做法简单 我们准备300克的面粉 加入3克盐 用190克的温水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面絮状 揉成面团 揉成团之后 给它直接放在案板上 用这种推拉揉搓的方法 把里面的面疙瘩给它揉匀 揉锅 揉成一个表面特别光滑的面团 放后盆里 盖上盖子,饧上半个小时 接下来准备下料的部分 锅中放油 加入几粒花椒 再来上一粒八角 开小火炒出香味 炒至这花椒微微的变色了 我们给它盛出来 接下来放入切好的白菜 胡萝卜碎 木耳碎 翻炒均匀 炒出蔬菜里面的水汽 这样做出的馅儿才好吃 炒好的白菜放入盆中 稍微凉一凉 接下来加入调好的粉条碎 炒好的豆腐丁 鸡蛋碎 再放入一大把葱花 放入少许的胡椒粉 13香 鸡精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盐 加入少许的芝麻香油 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 削料的部分就制作完成了 取出饧着好的面团 不用揉 整理一下 搓成长条状 然后切分成等份的面剂子 切好的面剂子 我们给它简单的整理一下 整理成圆形 制作好的面剂子 直接压扁 用擀面杖擀开 面皮中心部分放馅料 放上一勺馅料 就给它压一压 基本上一个面皮 放上五六勺这种馅料 素馅的就多放一些 用平时喜欢的手法 给它捏紧几口 像包包子一样收口 最后的小尾巴 一定要给它捏薄 这样没有面割的 放在底边 整理一下 不要着急擀开 放在包箱网上 饧面五分钟 取过饧着好的面剂子 这个反面朝上 然后我们给它直接压扁 压的这个馅四漏肥漏 这样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擀面杖擀 电面上一热 刷一层薄油 油热以后 放入生皮 饼皮的表面也拎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大约烙着一分多钟 小饼的底部变色 给饼翻面 烙着饼的另一边变色 再次翻面 看这小颜色 特别漂亮 翻面以后 再烙一分钟 让它两边颜色一致 一分钟以后 看下饼的另一边 也变成这样的金黄色 两面金黄 饼变得烹起来了 就证明熟透了 可以出锅了 掰开一根 看一下里面的馅料 里面满满的馅料 皮薄馅的 有地方